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福爾斯汀 今天這支影片是紀錄我龍鼻手術的過程 如果你是對整型、題材不喜歡的朋友 可以先點開沒關係 那有興趣了就跟我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哈囉 今天是8月14號 是我第二次來諮詢 大家就要跟江醫生討論我之後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做我的鼻子 我們現在已經到金智美學門口了 跟我一起進去吧 所以自然來講 就是說放到大概跟你的算比連線這邊 那高度上來講的話 因為你本身就有一定的高度了 所以你應該在模型再挑也不用挑太厚 當下跟醫生討論我想要的鼻型 希望以適合我五官比例下去做 醫生最後建議我做GOTEX三段式 放一個愛型的GOTEX跟橘額軟骨 來把鼻頭讓長一些 然後這次我不打算說鼻翼 現在要坐車去醫院了 很緊張 超緊張 我只覺得自己很醜 到時候這台就交給你了 好唷 我朋友陪我去 要陪我 要陪我 這跟你的地道很像 好煩喔 然後就不像 等一下就不像 你的星期現在如何 等一下 想緊張 你應該要大緊張才對 大緊張才對 好嘩 畫好咧 日前沒有開過任何麻眩的刀 沒有啊 這是第一次嗎 第一次 繃緊張繃緊張 好嘩 記得我們現在最後的樣子好 嗨大家 私體已經進去 手術大概快要三個小時了 大概九點進去吧 現在 十二點五時 護理師他們說 他大概會到 一點左右 所以等一下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他現在如何吧 他OK嗎 你可以講話嗎 你可以講話嗎 下也看不出來 會痛嗎 會痛嗎 我容易比較痛 我會有一點 要改要喉嚨 呼吸 嗯 要喉嚨呼吸 嗯 好OK喔 很不舒服嗎 一點點 準備 然後我來看一下 我剛剛在 好 你這樣這個情況說 你要看一下你自己長怎樣 我覺得蠻好笑的 現在是手術第二點 然後從昨天半夜都一直睡睡醒醒的 那現在就是要一直冰覆 可是意識比昨天還好很多 只是 因為都要喉嚨來呼吸 所以 講話 就這樣 很痛苦 我剛剛 我剛剛哭了 因為 我很害怕 不要怕要加油 今天手術第三天 我朋友來我家看我 看 等一下 我要熱情一點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我剛剛 把那個耳朵跟冰子的 傷口拆掉 現在好像豬喔 哈囉各位 今天是手術第五天了 我覺得 今天早上起來頭有一點暈之外 其他都還蠻正常的 自從昨天 把那個鼻管跟耳朵那個明條 拿出來之後 我覺得 終於睡覺可以一覺到天亮了 真的 超爽的可以用 鼻子呼吸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那經過了這幾天的 就是磨練之後呢 我真的在今天 我的心情也比較平靜了 也比較恢復原本該有的元氣 那現在 鼻子還是稍微 滿腫的 不過 我瘀青這邊呢 就是黃色這裡 這些都是退瘀的部分 然後鼻孔 就是一大一小 就是因為還在腫嘛 所以現在其實也看不太出來是怎麼樣的 耶 今天是手術第六天 我已經 剛剛去洗完頭了 然後 其實異物感還是有 只是 沒有前幾天那麼嚴重 但就是一天 有比一天 好很多 哈囉各位 今天是手術第七天 我禮拜一手術了 那現在是禮拜日了 就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 鼻子有明顯慢慢在降下來的感覺 然後今天的異物感又比昨天 就是更少了一些 然後今天已經可以完全正常的工作了 就除了我騎車的時候遇到窟窿 就是鼻子都會有 咚咚咚咚 那種感覺 就是還是會覺得有重重緊緊的 不過現在好了很多了 哈囉 今天是手術的第十三天啦 已經快要兩個禮拜了 那我覺得真的是消腫的越來越快了 而且我原本有鼻頭一大一小的問題 這樣 現在我覺得就是已經降得差不多了 就我原本一大一小還蠻明顯的 我原本還很擔心說 會不會醫生給我用失敗 結果還好真的是消腫的問題 哈囉 今天是手術過後的第29天了 那我現在臉上是有上妝的 除了鼻子這一部分 我沒有上任何的引擬 就非常的自然 目前我恢復的情況呢 就是我鼻頭這邊啊 都是還種種的 有點像是 不是自己皮膚一部分的感覺 醫生有說 龍鼻要最自然的話 時間要是半年 所以你們現在看我這樣 都還是不準的 就是我鼻頭這邊之後 還會再消下去一點 不過目前消的速度 我也都覺得還蠻OK的 我當時也有跟醫生討論說 我的鼻液量不要做太高 然後這邊的弧度啊 想要自然一點 那鼻尖這裡 醫生就是幫我往前 然後往下拉一點 鼻液的部分啊 就選擇保持不動 因為當你鼻尖往前拉的時候 你鼻液的視覺上 就會有縮小的感覺 那醫生說 如果之後我要再用的話 就是自己去用 因為我就是想要自然寬的 我不想讓人家覺得 我一下變太多的感覺 那好看不好看這種是 比較主觀的 而且也蠻見仁見智的 所以今天這樣 就是我所認為的字啦 就像是說 如果今天我沒有拍這支影片 跟大家說 欸我去龍比了 可能一般人會不知道說 喔我有去龍比 只會覺得說 欸我好像看起來 跟以前有一點哪裡不一樣的感覺 不過呢實際上 就是有變好看一些 這就達到了我想要的效果了 然後我一定要先澄清一下 我前面為什麼會哭 因為其實這次是我第一次做手術 那我之前我有爬紋啊 然後看人家的影片 完全都感受不到 他們那種害怕的感覺 所以我以為整形完身體 不會有任何的不舒服 然後隔天還可以馬上工作 沒想到我大錯特錯 應該是說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恢復程度也不同 所以前三天 真的是我身心靈 最低潮的時候 雖然不會到痛那些 可是你整個人就是很不舒服 而且我那時候還有後悔 我幹嘛要去做啊 我幹嘛要整形 然後我那時候也一直在想說 原來整形的那些人 都那麼的勇敢 不過我目前是還沒有後悔整形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跟以前比起來 我有變好看一些 尤其是我眼睛這邊的距離啊 我之前是眼距非常的開的 可是因為三根隆起之後 我整個眼睛現在就是 有比較靠近的感覺 OK那我之所以會想要分享 這次的影片呢 因為我之前自己很想要融筆的時候 在網路上爬的文章跟影片啊 都沒有像我這隻一樣這麼的寫實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給一些真的需要的人一些參考 那這支影片呢 也絕對不是在鼓吹整形有多好這件事 請大家不要誤會重點囉 OK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在下面幫我按個讚喔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啦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